现在全世界刚刚讲的 美国对中国提出了高度的戒备 高度戒备不是空穴来风 下面讲就是 他们在菲律宾这也太夸张 你看这画面 中间不是讲吗 它的海景船 跟菲律宾的船只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 居然把菲律宾的一个船员的手指头 给剁下来 这个中间极其恶劣 如何极其恶劣 它是两艘船去包甲菲律宾的船 前面还有一艘 后面有一艘船才跟着 跟着了以后 它的这个渔船也过来 四面包烧 我帮你四面包烧 四面包烧就算了 你打群架 把人家围在中间 打群架把人家围在中间了以后 你现在上船怎么样 你上船是带着斧头 带着匕首 带着棍棒上去的 南海这边的话 马德雷三号的一个补给 让两边中飞的话 他们的冲突越来越大 但是过去来讲的话 你稍微插撞一下 我稍微插撞你 但是昨天我们先看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这样子 它竟然是两艘船 直接来把它包烧起来 左边跟右边都是中国的海警 然后中间是他们的 两边 这个真的很恶意耶 而且它是在行动当中 移动当中直接把你夹住 夹住之后 把你困住之后 竟然前面把你挡住 挡住完之后 拿出来的是直径 斧头 斧头 对 这样拿着斧头 然后这菲律宾的人员 第一时间还搞不太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英文去问他 结果这人员一动 中国海警的人员 就直接拿着斧头 大喊 Don't move Don't move 然后就开始用长棍 把他们的充气艇给夹住 夹住完之后呢 竟然用一个长绳 把人家的东西给困住 困住完之后呢 竟然就上船了 上船之后又打又砸 真的是斧头帮 直接把一个菲律宾的 一个船员的手指头给剁了 剁了下来之后呢 大家想说你到底要干嘛呢 因为其实菲律宾 他们的船上有没有步枪 有步枪 但是呢 谁都不敢开第一枪 所以呢 它四个步枪 就被斧头帮给拿走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说 你干嘛中国要拿斧头 你干嘛要拿长棍 你干嘛拿匕首 搞了半件事 之前奥斯丁已经警告了 大家都不能在这里开第一枪 美国只敢势子挑软的吃 它只敢去欺负菲律宾 那你在欺负菲律宾的时候 你不敢开枪 你也怕得罪美国 对 大家开了第一枪 后面责任就理不清了 问题是你直接登上人家的船舰 你把他的通讯设施给砸烂之后呢 竟然把船员的私人手机 你把他顺走了 大家想说你这个东西 这个已经有点恶劣了 你把船员的手机给顺走 然后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菲律宾就开始讲 老婆我们看这个话片 你今天 这边啊 你把人家上去了以后 你把人家仪器 这边啊 这玻璃都已经打烂掉 玻璃打烂掉人家手机 你把人家给砸烂 砸烂你看嘛 所有的萤幕全部 诶 这也太土匪了吧 对然后菲律宾的安全官员就说呢 他们中国海警 夺走了八支 装在箱子里面的M4步枪 所以人家有没有东西 人家是有东西 但是不好意思 不敢开第一枪 然后中国大陆这边呢 他也有看了一个记者 我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他没有对我们攻击 然后记者问他 什么攻击 你两边给人家包抄 后面有一船在攻击 然后你的渔船都来踹人家一脚 诶 你打群架 有 他们说了 他们对我们泼水 泼水 他说他对我们泼水 好 其他的画面看过 正可怕是说 你把他前后包抄之后呢 夹击之后呢 把他挡下来之后 其实他们菲律宾他们是冲气船 他们打杂完之后 竟然拿斧头 把他们的这些橡皮全部给划掉了 所以这东西来讲的话 菲律宾就说 你这个是海盗吧 你人也打了 手指也剁了 东西也抢了 你就要把人家的橡皮给划掉 如果不是我们后面有其他的剑织 在持缘的话 那这些的阿兵哥 这些士兵怎么办呢 所以你的动作是要置人于死的 从头到尾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把他给夹击之后呢 一个一个给他打下去 打下去之后呢 把他给划掉 划掉完其实就是看 不管你死活怎么样 反正你不可能可以把任何的补给 再送到马德雷三舰上 这个太扯了吧 这个一直以来 其实从他们开始碰撞之后呢 这一次让大家看到说呢 这个真的是 慢慢慢慢的一个加剧 他们的彼此的一个冲突 而且刚刚讲的 你现在刚刚讲 你现在为什么不敢开枪 是因为你怕得罪美国 你怕得罪美国 所以你敢只敢去欺负贝利宾 今天刚刚讲的 今天连布林肯都说话了 对布林肯也说了 其实呢他有跟这个菲律宾的外交部长 来通话 他说 其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升级行动 是破坏了地区和平和稳定 并且重申了美国 是根据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问题是 以这种冷兵器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来三坏鲁旁嘛 你不敢开第一枪 但是谁会想到 你拿出斧头 但是斧头有没有杀伤力 其实斧头也有杀伤力 有菲律宾人员 一只手指头就被剁掉了 但是这个斧头帮 你上人家船 你去等于说警告就算了 你根本就是流氓 你把人家的仪器都打破 你把人家手机都打破 你还把人家东西给抢走 对 还把人家的手机给抢走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如果他们持续用这个冷兵器的话 布林肯说 他们要重新的来看 这个道理 有没有违反相关的 好 国民 现在中国跟菲律宾的冲突 越来越紧张了 而且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其实是一种恐惧 因为菲律宾跟美国 已经越走越近了 而且我们之前讲过 在所谓的肩并肩的时候 他把堤峰系统放到了亚米岛 还想说你放个堤峰系统 是什么了不起 你说堤峰系统是很恐怖的 是一个美国最先进的 飞弹发射系统 而且这个飞弹发射系统 是一坑四弹 如果真的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中国是无法抵挡的 我们要这样看 这个堤峰飞弹系统是2023年 就去年才开发完 去年才开发完的 使用客户只有一个 美国陆军 美国是在今年4月份 把这个堤峰飞弹系统 透过军用运输机运到菲律宾 这个神兵利器 怎么会运到菲律宾呢 不是运到日本跟韩国 不是 其实美国对于中国 你说欺负菲律宾 或说压制菲律宾在南海 他们都看在眼里 那既然菲律宾需要 我们就给你一些神兵利器 那我们看说 这个堤峰飞弹系统 它有什么神奇 第一个就说 他讲白点就是说 把海军的神盾军舰的 飞弹发射系统做什么 把那个四个坑 四个发射架 放到一个大型卡车上 就是说海军的大型 应该说大型卡车 它可以发射 海军的神盾垂直飞弹发射系统 这个有多恐怖呢 它可以发射 除了标准巡弋 标准飞弹之外 它可以发展 发射所谓的 陆工的巡弋飞弹 陆工的巡弋飞弹射成多长 它可以发巡弋飞弹 对 陆工的巡弋飞弹多长 我们可以看 这个所谓的图表来显示 标准飞弹射程距离 大概370公里 但是呢 巡弋飞弹 战斧巡弋飞弹射程 2000公里以上 这2000公里以上 其实它已经可以威胁到 所谓的广州的部分地区 那其实 美国能给菲律宾提供 飞弹系统 不是用它来威胁广州 威胁哪边 威胁南海的一些岛礁 那它不是有一些岛礁吗 中国常说 我们有鼠臂礁 永鼠礁 鼠臂礁 美激礁等等 这些都已经居宿化了 对不对 那其实美国以前要用什么打 透过核子潜艇 慢慢地发射 这巡弋飞弹去打 现在不用 现在直接把 这个中程飞弹给谁 所以我如果在菲律宾 放这个堤蜂飞弹 你今天什么 勇气礁 勇鼠礁 这些这个舍臂礁 全部都在我的攻击范围内 对 其实一瞬间 说真的一瞬间 就可以把它磨灭 一瞬间全部毁掉 对 因为其实 你要在 这些勇鼠胶 要建防御飞弹系统不是不可能 但是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那目前的话 其实中国并没有 那其实美国也损这一点 就是说 与其用我的浅舍 用核子飞弹潜艇来打你 不如我给菲律宾相关的配备 让它在我美国的一生命下 做什么 直接把你从地图上抹掉 这个是美国的想法 地球上抹掉 对不对 刚刚看到画面 大家以为说 中国的渔船基于义愤才去充进去 可是你不是 它这个最标准的 这个流氓行为就是 它根本就是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来进行 等于说 对于其他国家的压迫 对你知道 其实就在菲律宾的这个仁爱礁 或者是仙兵礁附近 早就已经存在 一百哨到两百哨之间的 中国海上民兵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草 除了一艘海警船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海上民兵 都是受中国指挥的 是啊 所有海上民兵 都是在南沙群岛附近 这个海域来stand by 它是什么 就随时号令 如果说中国海警需要的话 他们马上集结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扮演成为渔民的身份 我是渔民来戳离 我就打群架 我是民众跟自民众之间的一个冲突 我就不会动用到美非防御条约了 因为你知道 其实美国一直在保证什么东西 就说如果你菲律宾的武装部队人员 受到伤害的话 或是受到攻击的话 那就启动美非防御条约 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是民众打群架 你管我这么多 我就海上秩序而已 海上社会秩序 他说我是打群架 对 我又不是来跟你说打射击第一枪 或怎么样之类 来启动你的军事同盟条约 所以今天其实中国正在做步步禁逼 我用这种方式 看你怎么启用美非防御条约 而且其实小马可是在 香里拉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 说除非是我们菲律宾人死亡 但是当你讲死亡的时候 人家给你剁手指算不算 不是 可是这动作太恶劣了吧 怎么你看 你去给人家撞人家的船 撞人家你这个斧头 还这样子拿出来威胁人家 你不只是撞船 你把那个气垫船的气 把他销轰 把他刺破 刺破完之后 人家上面本来是要补给 给那个马德雷3号上面 船支的这些士兵的枪支 也给他全部没收 把那个枪支带走 所以那个枪支要是给马德雷3号的 对 那是给马德雷3号 结果把他带回去 带回去也被我还人家 那这是恶霸行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美国要怎么反应呢 其实中国都在测试 美国的底线在哪里 到底要怎么去协助菲律宾 到底美国要怎么做 其实中国都在测试中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吧 这个是厄瓜多的地铁 居然全面大停电 居然你要在隧道里面 摸黑前进 这个大停电多可怕 这个停电让厄瓜多 1800万人都无电使用 那大家本来以为说 这个厄瓜多 你的公共设施太烂了 就搞得半天不是 搞得半天现在 美国驻日本大使 它是等于说 虽然是驻日本大使 可是厄瓜多对中国发表谈话 他说 现在厄瓜多的全国大停电 竟然是中国干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 昨天这个19号下午的时候 其实三点在厄瓜多发生一件事 当时大家民众都在这个 或出行或是怎样 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之间在三点多的时候 厄瓜多举国停电 全国大停电 所以1800万人同时之间没电 那这些人是什么 他们困在地铁里面 地铁就停了 那怎么办 他们要出去 所以他们在摸黑 看着这个隧道的光芒 他们就往外走 那还有更惨的是什么 保险你看这些人是吧 他们在玩游戏啊 在玩这个乐园的 玩这个摩天轮 这种游戏就没想到 他们被吊来办公室 被吊了很久 他们上面是停电了 对 停电吊住 而且他们要下海没办法下海 因为完全停电 没办法把他们移下 这太坦了吧 他们就只能够坐到那个上去 然后因为呢 那当时还有风吹 所以他们是坐在上面 然后被风这样吹来吹去 所以他摇来摇去不是说 他的电力的运作 是被风吹的 对 被吹得这样摇摇去 那些人呢 看来都很惊恐的这个样子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他们举国停电 所以你看路上了 车子就开始塞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红绿灯啊 那他们只好出动 这个警察去指挥 可是警察指挥来说的话 还是没办法疏解 当然啊 没办法疏解 短期间之内这种交通混乱的这个局面 所以整个恶瓜都举国陷入一个这个黑暗的这个局面 那当然啊 他们的说法是说啊 我们的目前为止来说 在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他就说 因为传输线 他们说传输线路的这个故障 导致连锁断电 他们目前为止在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是 真的影响非常大啊 为什么 因为主要原因来说 全国全国都停电 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 很多人都说 我们一个地方停电 断电 怎么会举国停电呢 所以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 那这时候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美国驻日本大使艾曼扭 他突然就发了一个文章 他这个文章还说 宝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 厄瓜多这个礼拜暂停跟中国之间的签证协议之后 结果厄瓜多隔天就发生全国大停电 所以本来在中南美洲刚刚讲的 可以让给中国落地签的 是厄瓜多 厄瓜多在这个礼拜停止的时候 我不给你落地签了 因为你太多人从我这边转到美国 去那边偷渡 就没有想到 我才终止落地签证 你就给我大停电了 所以他把这个厄瓜多停电 跟中国连在一起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之前 因为之前的时候 中国跟厄瓜多有签一个 这个双方互惠的协议 就说如果你的中国公民 你来我们厄瓜多 可以有90天的免签 免签的这个时间 可是问题是 中国公民来了之后 他们都跑 透过这个达连爱口 然后往美国去跑 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有6万多的公民里面来说 有一半人都没有回去 所以 他的偷渡的这个窗口 对 就在厄瓜多 所以厄瓜多就被美国警告 那厄瓜多就说 那我们就暂停这样的 你们以后来了 还是要给你签证 不然的话我们真的 太多了 不给落地签了 不给落地签这样 结果呢 他取消没多久之后 你看 没多久就发生了全国大停电 所以他说是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 中国干的 那真的是中国干的吗 那他还举了几个例子 他说柏柳之前跟美国签署 一项为期20年的经济和安全协议之后呢 结果柏柳马上就遭到重大的网路攻击事件 那甚至呢 英国指控两名男子为这个中国 从事建立活动的时候 英国国防部就受到大规模的骇客攻击 他说这究竟是巧合 偶然还是更为阴险的事 这是艾曼扭他发的 这不是我们讲的 所以显见 那我们知道艾曼扭 其实跟这个高层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知道他讲这个意思 是不是放出一个讯息是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中国在后面搞的 第一个是 第一个也太巧了 第二个是你的停电规模也太大了 对没错 那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报导 尤其是什么 他们最近在指控 微软最近就说了 他们发现了 中国政府有支持这个骇客的 这个骇客的这个集团 叫Volk Typhoon这个 他说他最近 他们怀疑他们一直在破坏 关岛跟美国的一些基础建设 特别是说 他们好像常常恶意的 要侵入关岛的一个状况 包括说关岛的一些所谓的基础建设 关岛的很多军事项目 通通都一直在入侵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知道说美国的这个第一岛链中间来说的话 是在前线 但是第二岛链最重要是在关岛 关岛可以说是美国在对付第一岛链的 最重要的大后方 所以现在呢 他就把这些数据完全把它窃取 然后破坏 万一真的开战的时候 我就瘫痪 就类似这一次 瘫痪俄瓜多全国电力 我瘫痪整个关岛的电力 可不可以 这样搞不好就对美军 就形成非常大的牵制作用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是 美国驻日本的大使 Emmanuel他特别提到说 现在二瓜多这个停电 跟他之前的签证的取消 是有关联的 代表美国现在对中国 你的网络破坏 你的电力基础设施的破坏 是处于高度的戒备 但只有这样讲吗 没有 现在有个传闻消息是 现在不但我们 昨天不是讲吗 台湾现在的 我们重要的科技公司 你都要跟FBI 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络 不但非常密切的联络 现在他们还要求什么 矽谷所有的企业 你要大幅的增加 员工审查的力度 对 没错 实际上因为矽谷里面 有非常多都是美国的高科技 包括AI 晶片这些 所以他们现在来要怎么样 审查这些员工 也就是说他们会 包括这个谷歌 Google 然后OpenAI 还有红杉资本 都在推动这些所谓加强措施 他们要求你 可能他会追查你过去 你是不是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或是你会不会涉及到 我们的国安问群 等等的相关的 那就连这个 有一个执行长他都说 现在目前为止 他都被要求说 要查说你过去 到底有没有加入 什么中国的人才计划 或是之类的一些 参考的状况 甚至连台湾公司 我们台湾公司 目前也被美国要求说 你要加强保密防跌 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都一直在清查说 到底有哪些中国公司 在台湾非法挖角的事情 你说台湾正在查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美国最近 对中国的一举一动来说 的确是要继续封锁你 封锁到底